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今天我来聊聊几个关于美国航天的话题 最近关于月球登陆器项目的争论还在延续 在美国政府问责局告否决了蓝色起源的抗议之后 蓝色起源依然不认输 向法院撞告NASA的决定不公 还将SpaceX登月计划细节曝光 批评这个计划风险太高 不现实 另外 兴建试验机S20在8月13日 与超级重型助推器B4短暂合体 一个小时后就卸了下来返回工厂了 继续安装没有弄完的隔热瓦和铺设电线管线 几天后 B4也被送回工厂 仅仅隔了几天 17日 S20又被移到亚发射台PodB 准备进行低温液体压力测试和静态点火测试 在18日马斯克还发推说 S20的控制精益设计有轻微的问题 需要做小的但明显的修改 在18号星期三 SpaceX向美国联盟通信委员会FCC 提交了星链计划的新的修订文件 提到将部署下一代星链卫星的细节 这些卫星将更大更重 通信数据带宽会提高几倍 而且将用正在开发的星舰重型火箭来发射 一次可以发射120颗卫星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波音已经把出问题的星际航线飞船 从青天神5号运载火箭顶部拆了下来 返场修复阀门问题 这一决定可能会迫使波音的第二次太空试飞大幅推迟 最快也要到11月了 当然波音的首次载人飞行也就会进一步推迟了 在美国政府分择局告7月30号驳回蓝色起源和Denetics的抗议之后 蓝色起源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在8月13号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推翻NASA的决定 为了给自己造势 蓝色起源还公布了一张对比图 证明自己的方案比SpaceX的更简单 技术风险更小 而SpaceX的星舰方案需要发射10次以上补充燃料的星舰 才能送月球登陆器去月球 这样做的风险太高 蓝色起源强调的星舰要载轨多次大规模加注低温推进机的问题 NASA在登月舱合同的评标过程中 也曾公开指出这是星舰方案的一项重大缺点 NASA认为的SpaceX月球登陆器方案的主要缺点有 星舰需要多次连续快节奏的密集发射才能执行任务 NASA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缺点 另外星舰需要多次大规模低温推进机载轨加注 NASA认为这也是一项重大风险 不过是在近地轨道加注推进机比还月轨道更容易克服 另外星舰舱门距离月球表面有30米之高 不便于宇航员进出需要配电梯 大家知道虽然星舰近地运力有百吨以上非常强悍 但它的构型非常不利于执行高轨任务 月球运力不足进入奔月轨道都费劲 SpaceX的方案是登月的星舰要在环绕地球的近地轨道上停泊一个星期左右 期间要再进行十多次的加油星舰发射 与登月着陆器星舰对接加入低温推进机 加本油之后登月着陆器才有能力飞往月球 着陆月球表面并返回 为什么要在一个星期里面完成十次加注才能行呢 因为星舰使用的是低温推进机 液氧甲烷费点都在零下150度以下 在地球轨道上受太阳照射 星舰外表温度会高达100多摄氏度 即使有隔热层 推进机也会持续蒸发 如果加注周期拖得太长 加注的推进机都不够蒸发的量 所以必须缩短加注周期 蓝色起源给出星舰需要补加的次数是7到11次 次数取决于星舰本身减重水平和载荷重量 对此马斯克发推进行了解释 他称16次飞行的可能性极小 他说鉴于星舰预计将具备的有效载荷能力 估计最多只需要用8次飞行来为月球登陆器补充推进机 少则有可能只需要4次 现在这两家公司的争吵已经白热化 因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已经判决SpaceX中标合法 蓝色起源虽然提起诉讼 但媒体都认为它的胜算机会不大 现在蓝色起源的唯一机会就是 让国会继续施压NASA并增加拨款来颁发第二份登月舱合同了 还有更让蓝色起源不爽的事情 就是它的月球登陆器计划顶级工程师尼克·阿罗拉 跳槽跑到对手SpaceX那里去了 阿罗拉在推特上说 8月13号是我在蓝色起源的最后一天 在登月项目组工作真是一次第一班的旅程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很荣幸有机会与一群非常聪明充满激情的人们一起工作 并领导他们 下一站SpaceX我非常兴奋和期待 目前还不清楚阿罗拉是否会在SpaceX的兴建部门任职 但这让本来就气不顺的贝索斯更是灰头土脸 手下大将都觉得没有希望跑到拿到项目的对手阵营了 在政府问责办公室审理抗议期间 NASA暂停了SpaceX月球登陆器合同的工作 但在7月30号也就是问责办公室驳回抗议的同一天 便向SpaceX提供了3亿美元 这是合同规定的金额 但现在因为蓝色起源的起诉 这项合同将再次被冻结 虽然蓝色起源和Denetics的抗议暂时阻止了NASA的拨款 但SpaceX依然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兴建重型火箭的开发 马斯克强调从技术上讲 SpaceX已经准备好在几个星期内进行兴建重型火箭的 首次轨道发射尝试 8月6号SpaceX首次将星舰S-20和超级重型助推器B-4对接在一起 短暂的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箭 一个小时后就把S-20掉下来运回了工厂 可能是要确认对接的工艺和一些细节问题吧 过了几天B-4也从发射台上卸下来 11号被送回工厂 17号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 预计尝试将S-20和B-4进行第二次合体 这是世界上最大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集成演练 18号马斯克还发推说 目前星舰的上部金翼的设计存在轻微错误 需要对未来的航天器原型进行一些微小但明显的改变 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中 星舰将用自己庞大的舰体来减速 从轨道速度大约25马赫减速到亚音速 这两对金翼通过控制星舰的公角来控制降落的轨迹和摩擦力道的大小 这个过程会因为摩擦产生大量的热量 星舰使用大约15000块隔热瓦来保持星舰内部的低温推进剂不过热 根据马斯克的说法 为了改善星舰上部金翼的利弊 减少或消除不良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SpaceX将进一步缩小 这对金翼还会向上移动更靠近星舰的鼻尖 将它们靠得更近 在被送回工厂的四天里 除了安装了几块隔热瓦 S20的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显然工作集中在管线和电线上了 它们贯穿星舰背部的大部分长度 S20被安装在哑轨道发射器PadB上 将为例行的低温测试做准备 在测试中 它的储罐里将装入过冷的液氮 压强至少要达到6把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所有星舰原型机都要先通过低温测试 S20通过低温测试后 将进入静态点火测试 S20装有三台普通版的猛禽发动机 和三台蒸鸿版的发动机 不清楚这两种发动机会一起点火 还是先分开点火 然后再共同点火 不过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对轨道发射场进行的环境评估 还没有结果 马斯克似乎正在向FAA施压 促使机加快审查步伐 过去马斯克曾经也抱怨NASA的规定 强调如果人类想要实现 改变游戏规则的发射频率 就需要精简这些规则 5月5号 星舰原型机SN15完成1万米高空试飞 并成功返回发射场 然后SpaceX就开始规划星舰首次入轨试飞了 如果计划进行的顺利 超级重型助推器B4和星舰S20分离后 将返回墨西哥湾建落 而S20将启动发动机进入轨道 绕地球将近一圈 然后建落在夏威夷考埃岛附近的太平洋中 这次入轨试飞将不会尝试回首火箭 SpaceX在8月18号向FCC提交了申请文件 希望修改下一代星链卫星网络计划 SpaceX表示 第二代卫星是为了补充目前正在部署的 第一代星座而设计的 虽然第一代星座为卫星网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容量 但目前对卫星宽带的需求仍在持续增长 第二代星链卫星将具有新的功能 预计使用正在研发的星舰重型火箭来发射 这些卫星将会更大一些 当然也有更大的功率还支持扩展功能 在未来能容纳更多的有效载荷 这意味着SpaceX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在星链卫星上 安装额外的天线传感器的能力 从而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星链卫星 申请文件中还提到 每个星舰可以发射120颗第二代卫星 SpaceX目前使用戀友9号火箭 单次能发射60颗星链卫星 根据星舰近地轨道运力 有100到150吨来推算 第二代星链卫星每颗重约850到1250公斤 远远超过第一代的260公斤 第一代卫星可以产生约3000瓦的太阳能电力 最大宽带有每秒约18几比特 每颗新一代的卫星将能够提供 大约60到80几比特的最大宽带 太阳能发电能力也提高到了大约15到20千瓦 到目前为止 SpaceX正在为12国家的9万多名客户 提供星链宽带互联网测试服务 近地轨道运行着大约1740颗星链卫星 其中12颗在极地轨道上运行 下面来谈谈命运多揣的波音星际航线飞船 因为2号晚上雷电的关系 导致飞船推进系统中的13个阀门无法打开 在8月3号发射前三个小时决定取消发射 在现场维修失败后 8月13号 NASA和波音决定将飞船从运载火箭的顶部拆下来 返场修复阀门问题 这一决定可能会使波音的第二次无人太空试飞大幅推迟 甚至可能要推迟到明年 目前还不清楚发文出故障的原因 虽然波音此前曾表示已排除软件问题 一种可能是在火箭2号转运至发射台后不久 出现的严重雷雨天气 有水侵入导致故障 星际航线飞船估计应该不会很快发射了 因为CRS23货运龙飞船定于8月28号发射 给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 将使用星际航线要用的对接口 货运龙飞船将停靠一个月左右才能返回地球 还有星际航线所使用的那枚青天神5号火箭 可能暂时也要被移走 因为UAV将为发射NASA陆西小行星探测器做准备 陆西任务的发射窗口将在10月中旬 前后共有三个星期 紧接着机组3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 将在10月底乘坐SpaceX的龙飞船发射 抵达国际空间站之后 机组2号成员将返航 这样才能为星际航线飞船腾出一个对接口来 那么星际航线的下一个机会 就要等到11月份才会出现 但愿那时候它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您锁定我的频道 我会带给大家详细的航天军事的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